我有8年的工作经验 做过顶级快销公司的管理培训生 优步的市场经理 和互联网教育公司的市场总监 有很多小伙伴留言问我说 自己在面试中表现不理想 没有拿到工作机会 很沮丧怎么办 其实在面试过程中 有时候难免会遇到发挥不理想的情况 首先想请大家不要太苛责自己 更重要的是及时反思 总结复盘自己在面试中 做的不够好的地方 让自己在接下来求职时 能有更好的发挥 大家不要觉得求职准备 都是发生在面试之前 然后等面试结束了 就放松休息啥都不想的 事实上面试后的总结复盘 很有必要也很有价值 这个视频就想和大家分享 复盘面试最重要的三件事 第一点 面试后第一时间 回忆总结自己被问到的问题 建议大家在每次面试之后 都第一时间凭借记忆 去记录自己在面试中 被问到的问题 越详细越好 比如说一开始 面试官有没有让你自我介绍 你自我介绍之后 他追问了你什么问题 尽量顺着面试的时间线 去回忆起你被问到的每个问题 另外建议大家也特别留意一下 面试官问问题的维度 比如说针对某个具体的过往经历 面试官可能会问你这件事情的 背景、经过、结果、数据 团队协作、你的贡献、你的反思等等 如果这里面有你之前没有想到的维度 那可以特别的去记录 并且思考一下 来丰富自己的面试准备 第二点是评判和迭代你的回答 整理完面试中聊到的问题之后 就需要我们来梳理自己的回答了 建议大家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来思考 第一 哪些问题我回答之后 对方给予的回应比较积极 我对自己的回答也比较满意 针对这类问题 我们保留自己的回答思路 再看一下语言上 可以怎么样更精练的去表述就可以了 第二是哪些问题 我可能答的还不太好 这个答的可能不太好 就有很多类型 这里给大家举两个常见的情形作为参考 比如说你回答完一个问题之后 面试官仍然表现出没有太理解的样子 这说明你的表述可能不够清晰 那就需要针对对方有疑问的地方 优化你的叙述 这可能会要求你补充一些细节信息 也可能要求你展开讲一讲 这个事情的背景等等 又比如说一个问题 你还在回答的过程中 对方就已经打断了你 请你回到某某话题上 那就说明你的回答可能已经走偏了 或者是你的表述太啰嗦 你就需要针对对应的情况 去优化你的回答 并且避免在后续的面试中 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如果你在面试中经常被打断 那你可能甚至要做一些 这方面的刻意练习 第三点是整理自己在面试中 没能分享的信息 每个面试官的风格和关注的问题 都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 做得还不错的成功案例 如果分享出来 是能在面试中给自己加分的 但是却没能在一次面试中去讲出来 针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复盘反思一下 这些成功案例 即使在面试中 面试官没有直接问到 但有没有什么 是我们可以在面试中 主动找到机会去分享出来 从而给自己加分的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 是做零售行业的 他在一次面试中 被面试官问 有没有做过新产品的开发 他确实没有做过 就老老实实回答了一句 没有 然后就停在那了 面试官一看没啥可问的 就进入下一个问题了 后来他也没有拿到那个工作机会 我朋友跟我说 他当时面试下来 就意识到自己这个问题没有回答好 太被动了 而且他事后才反应过来 虽然说他没有完全去主导过 一个新产品的开发 但是他曾经成功的 从外国引入过一个新产品 到中国市场 而这两件事情 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 至少要做成这两件事情 他所要求的核心能力 是有相通的地方的 于是我朋友认真总结了 这次面试的惨痛教训 在后来另一家公司的面试中 我朋友再次被问到 有没有负责过新产品的开发 这次他不再是简单的回答 没有这两个字 他是这么说的 虽然我没有完全去负责过 一个新产品从0到1的开发 但是我曾经成功的 把一个新产品 从外国市场 引入到中国市场 我觉得自己做的这件事情 在产品的定位 产品沟通策略的制定上 都和新产品的开发 有一些相似之处 希望可以和您分享 接着我朋友分享了 他在做新品引进 这件事情上的经验 和他的一些心得 也成功的让面试官 看到了他具有相关的能力 后面也成功的 拿到了工作机会 当面试官问 有没有主导过新品开发 这样一类问题时 他很可能关注的是 做成一件事情 背后所要求的能力和经验 而不见得是具体 有没有做过某件事情 我朋友在第二次面试中的表现 就有更好的去展现出 他具备一些相关的能力和经验 自然也就有更大的机会 赢得这个工作 我朋友并没有做任何的撒谎 或者是夸大 他只是提前想到了 自己有哪些做的不错 可以在面试中 去主动分享出来的经历 也想到了 可以怎么样用它 来回答一个自己 本来并不占优的问题 而这一切都得益于我朋友 面试后复盘的习惯 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聊到 在面试之后 怎么去复盘 提升自己的求知表现 除了提醒大家心态上 要重视面试后的复盘之外 还有三个具体的行动建议 给到大家 一 要在每次面试之后 第一时间总结 自己被问到的每个问题 二 去自我评价和优化 迭代自己的回答 三 总结自己在面试中 想分享却没能分享出来的信息 并且思考 怎么在之后的面试中 能够主动把这些信息分享出来 最后还想小小的提醒一下大家 关于面试的节奏安排 我们已经看到 每场面试都是一次演练 你会从中不断的反思复盘 总结经验教训 并且提升自己的表现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在安排各家公司的应聘节奏时 适当的把你最心仪的公司 放在时间表上比较靠后的位置 这样你能够更加充分的 吸取前面面试的经验 让自己在应聘最想去的公司时 有更好的表现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记得给儿姐一键三连 感谢观看